光腿女生自信过马路 以为大车肯定会让行 头也不回 反被碾成两半 肇事司机还认为 自己开的是重型起重工程车辆 驾驶室空间很小 而且在左侧 他下意识认为 光腿女生遇上这种车子 肯定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快走小跑几步 通过马路 二是停在原地等待工程车过去 然后自己再过马路 但娇娇既没有选择止步等待 也没有选择快跑通过 自己故意开的那么慢 以为女生已经安全 这才驶离了路口 而大车碾压到普通的义务 根本无法感知 因此 自己并不存在所谓的 肇事逃逸的情况 一个以为不会走 一个以为会停留 双方都挺自信 这才导致事故发生 事后 交警将责任全部推给了司机 认为司机过马路 为让行行人 死者家属也赶到现场 将司机打得头破 血流破了下 甚至还将司机告上了法院 要求赔偿200万元赔偿款 司机却挺不服气 双方闹来闹去 到现在也没有打完官司 其实小编要说的 不是谁的责任 大车司机 必然有自己的问题 但命对于每个人来说 只有一次 我们必须珍惜 不能浪费 更不能把自己的命 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认为别人都该让着自己 都会让着自己 如果所有的人 都听话遵守纪律的话 那还有法院部门吗 如果自己出了事 就算弄多少赔偿款 都与自己无关了